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主级游戏速报 我是你们速报级灵旭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 是刚刚登陆Switch平台的一款 战略战旗游戏啊 公主联盟啊 这款游戏最早是在 GBA平台上登陆过的一款游戏啊 后来还移植到了PSP平台 以及iOS和Android等平台啊 那现在还终于登陆了 我们的Switch平台 并且加入了官方中文支持 那这个中文版也是刚刚发售啊 中文是由港版独占的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 这款经典游戏吧 看看这个游戏好不好玩啊 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之前玩过 原来GBA的那个版本啊 我记得我当年好像还玩过那个版本 我们看一下啊 战斗的难易度 我们选择Normal吧 一般这种应该不会很难啊 位于大陆世界中央地带的 反塔基尼亚王国在圣剑与贤王的统治下 长久以来丰饶安定的时代 永垂是无法永垂不朽 哦还有配音啊 在奥丁时代啊 来自龙之大帝的新生布隆 基亚帝国展开侵略 虽然派出了这个王国军啊 但仍然节节败退 而后失去北方的卡洛纳据点 使帝国成功入侵王都巴尔蒂娜 使用武力霸出先帝 继承新生布隆基亚帝国王位的 燕蒂 这个名字还挺那个啊 国王奥丁最终命葬燕蒂的刀下 奥丁 我发现这种西方背景的游戏里边 奥丁的名字出现的真的好多啊 应该是跟北欧神话有关啊 手持希望遭追逐之 这居然还出来一个京尾都啊 我的妈 Close up We'll never fight alone 我们永远不会单独战斗 孤身战斗 在大陆最南端的偏远之地诺伦峡谷 充满岩山与红土的布毛之地 却仍然成为了盗贼们的潮雪啊 在这样的荒野当中 出现了一个随着扬起的尘埃 飞奔而过的少女身影 我们主角出现了啊 盗贼要塞 Battlefield 01 一上来就战斗了是吧 持剑的少女 是死路 悬崖的另一段 男性的声音 应该还在附近才对 给我找 怎么办 再这样下去会被发现 啊 那是 哦 小型要塞啊 也许可以躲在这里 这也是一个检查点啊 好像是个 哦 这里怎么又突然出现了士兵啊 这附近好像有人的动静 哇 出来这么多啊 女剑士啊 女剑士感觉挺帅的啊 非常抱歉 似乎在这附近把人追丢了 还有其他能藏生的地方吗 可能是逃到了老旧要塞里 这个以前的这游戏的人设 真的还蛮好看的啊 放火烧了那路要塞可还行 这个女的 女的很无情哦 这我们主角怎么办啊 燃烧 这女剑士看起来 非常有心机啊 哦 少年出现了啊 少年要来拯救我们是不是 这谁啊 银发少年 哎呦 这银发少年拿着一个 这是什么武器啊 这些是 在这辆里出没的盗族 正确实是 这些人的伙伴们刚刚襲起来的 喝吧 我这里是他们的这个 根据壁啊 打起来打起来 击破所有的敌人啊 如果米兰诺战死 如果将卡片用完 都会失败哈 装备 这装备是什么意思啊 未持有盗族 我们现在应该是不是还没有啊 ZL是状态 米兰诺 流浪的盗贼 OK 回复 这回复是干嘛的 哦 就是可以用盗族来回复啊 那我们就出击吧 直接挖一键 出击 呃 卡的这个选择界面啊 偷取敌方的装备道具 OK 这我们看一下啊 把这个给带上 这个给带上 星之逆龄使敌方成员背叛成为我方队友啊 这么牛逼 但是好像只能带五张啊 我们来看一下 发动中将我方与敌方的地形互换 回复同盟类的士气 与状态异常 呃 以落实攻击给敌方 这个带一张啊 最多好像带五张对不对 这下边的好像 好像还没获得啊 我们现在好像就只有五个 OK 那就带上这五个 我爱见 确定 OK 我就忘记这个游戏怎么玩了啊 虽然很早之前玩过 打起来 真让人不爽耶 教学单元啊 好 来解决那些家伙吧 哦 你们几个就该是这股气势 先别着急啊 先选一张卡片再说吧 用方向键选择在A键确认 OK 卡片 就是战术卡片 就是战术卡片 这东西掌握了胜负的关键 哎呀 手柄没电了 我现在说明一下 你们可要仔细听好咯 我们每一个回合能做的事情 全都写在卡片上面 嗯 卡片的类型 然后力量 然后技能及道之影机动性 像是什么 首先是机动性啊 我们的移动能力是由这东西决定的 是写在MOV这个地方吧 我们每一个回合只能移动机动性数值显示的量 哦 那我就用这12的卡片走到12不远的地方 机动性不是 啊 这个机动性是所有成员所有的加起来的合计值啊 天呐 哇 对不起 虽然你一个人也可以一个人用掉所有移动力啊 但是你一个人施展自杀攻击也只会被打垮 也确实啊 老大啊 这个写着power的数字是什么呢 能力值啊 力量 攻击力 那个数字越大就能够给敌人造成越大的伤害 原来如此 真不愧是老大 这人 挺会吹马匹的嘛 那这个标志是什么呢 和他的武器一毛一样 哦 那个武器图示是叫做王牌种类的东西 那是什么呀 能成为王牌单位的条件 因为你的武器类型是斧 所以只要选择带有斧头标记的卡片就能够在那个回合成为王牌哦 那有什么用呢 成为王牌 会有能够做到的事情 不过真要讲会拖的有点长 下次再说 这可还行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技能该不会是那个吧 哪个 必杀 哦 必杀技啊 可以 很遗憾 这是现在的我们还没办法驾驭的东西 现在还不让用吗 以后就能使用了啦 赶快选择卡片进攻吧 要上哦 哦 我们现在就要选是吧 星之逆转巨石天机 进化之光海誓巨石天机本来个 哦 在那之前 还是先来复习一下移动的方法吧 在战场上的我们也就是单位的移动方式 首先使用方向键让游标对准的 单位 接着按一下A键之后 地图上就会出现显示移动的范围 啊 其实就是战旗的那种移动方式啊 就会朝着那个方向移动啊 哦 OK 虽然也有触控画面的操作方式 还有触控模式啊 每移动一步就会消耗一格移动力 OK 一旦变成零那个回合就没法移动咯 行吧 上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怎么 哎呦 我这样来回移动也算的呀 确定 好刚浪费了两步 是不是可以开始攻击啦 估计来进行战斗的确认吧 要展开战斗的话 首先要选择想发动突击的单位 也就是决定冲锋队长 然后把游标对准他 谁都可以担任冲锋队长吗 哦 必须要在敌人的旁边啊 就跟敌人接壤 这才行 按下Y键 然后画面就会切换成攻击模式 战斗的对象是谁啊 对手会从临阶的敌人当中自动进行选择 如果想选择其他人的话 可以用方向键变更哦 哦 可以 变更 敌人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列表上 决斗序列就是 对战表 还有对战表啊 会依照上面写的顺序进行对战 这个名字前面的标志像是 圆圈或者三角之类的是什么呀 哦 预判记号 就是圆圈是优势啊 然后越往下就是什么三角 还有X号就是列势 OK 这是预判哈 但是也有可能会出现miss啊之类的对吧 如果觉得这样可行的话就按下A键吧 OK 这会显示战斗前的最终确认画面 在此时按下A键就会进入战斗哦 可以B键就是取消了吧 OK看一下啊 Y键 哦自动的选择了一个啊 我们现在是优势 那我们现在就组成同盟 上楼 这个画面真的好复古啊 毕竟是老游戏啊 胜败条件啊 敌我一方中 其中一方的成员数 就是这个画面左边的这个数字 变成零的时候结束战斗 成员残存到最后的一方就获得胜利 OK 哦 突击 有发动攻击的一方就行突击 可以哈 反击 遭受突击的一方会进行反击 反击结束后就入白刃战 我操 这还有白刃战啊 战斗中的香克 伤害会由香克决定 香克分为九阶等级显示 哦 星星是我们最有力啊 红色的星星 黄色的星星 然后一直到X号 减号 OK 红黄绿蓝灰 那看来我们 即使香克有力 也可能会因为 与对手的能力差距 而导致战况不利 白刃战中的操作 但随着关卡的推进 将可以变更作战 或者使用技能 而能尽情享受 更具战略性的战斗 现在可能还不能操作啊 现在就是白刃战啊 哎呀呀 我们要干到他了啊 现在他们还剩下一个 最后一个单位了 OK 我们赢了 我们还剩五个人哈 不错 部队的士气 能够依照战斗的状况 削减败北方的士气 哦 对面的士气已经没了哈 一旦部队的士气变为零 该单位就会从战场上消失 败北条件角色的部队士气变为零 会导致游戏结束 如果我们其实输了的话 我们会当场死亡啊 我们会当场死亡啊 然后如果我们赢了的话 就是我们卡片的这个power值也会上升哈 这有提升卡片的power在战斗胜利时 将可以给予敌方更多的士气伤害 哦可以哈 这个卡片意思是还可以升级啊 此单位不会加算EXP 不会加算经验 为什么呢 盖着我们 哎呦 赢了耶老大 就照这个步调继续前进吧 但是对方应该要开始行动了吧 一个回合只能战斗一次啊 哎呦 哦 就算是在战斗之后移动力还有剩的话 还能继续移动哦 只不过担任冲锋队长的单位没办法再移动了哦 就是那个已经移动过的角色就没办法再移动了啊 但是如果你还有其他的移动力 就是其他角色还可以接着移动啊 DL二键结束战斗哈 OK 再按下A键的话一个回合就结束了 他这个一个回合其实还蛮复杂的啊 DL二键结束 哎呦 对面要来了啊 极盗之影他们选了一个 哎哦不是这刚是我选了是吗 移动是12步 好移动到这儿来 Y键 呃他们是320他们怎么这么低啊 开始 给我上这这个部分可以加速啊 按二键可以加速 好吧 OK白刃战我们我们好像优势旗鼓相当好 都是两个圈这个斧头跟这个弓箭好像没什么明确的优劣是 那最后我们肯定还是赢了哈 OK 好的 又赢了 还升级了 呃 我们好像还有移动的这个能力 我们移动到这儿哈 然后同盟去 好像没办法再继续了啊 这个同盟确认 你看我们已经不能再打了 那又结束这回合 好 又他们开始进攻了 OK 我们还有8个啊 哎呦 我们好像 突击时会有低概率出现 名为暴击的强力攻击啊 一旦造成暴击 主将会倒下 部队会陷入恐慌 画面上方显示的这个机会时间归零之后 就会从恐慌中复原 哎呦 这我们好像有点亏啊 别把我们给打死呀 我操 我们 这 这我们怎么死了呀 这是教程必败是不是 Without 啊 看一下我们选什么啊 海市圣楼1300 选这个 好 选他 来吧 chance 是 斧头对这个 哎呦 好 看一下应该是我们赢啊 我们战斗力要高一点 但是虽然我们这两个武器好像没啥相克 OK 对面输掉了 可以 哦 他还没死是吧 那我们结束回合 他应该要他来攻击我了 他是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个单位啊 好像是 哎呦 完了 我要死了感觉 这感觉现在好像就是谁先攻击谁会赢啊 后面应该战略性会更足一点 这一刚开场 照程这里应该就比较简单 哇 两个 哎呦 我到底还是输了哈 毕竟被人突击之后直接死掉了四个这个战力单位 然后你输了的话是会掉士气的哈 嗯 选择卡片 心之逆转 啊 他好像移动不了了 那还是让他上吧 科本953 好直接组成同盟 给我上 哎呦 赢的有点艰难啊 只有两个 好 对方应该死掉了吧 他还没死啊 OK啊 赢了 看来这个战旗好像跟火门还不是很像 有点像那个高级战争对不对 但是又加了卡牌的元素 卡牌后期应该会有很多这个战略的这个东西在哈 啊 回收一下战略品 OK 哦 铁制 井 井炼 这是头链还是井炼 哦 获得了一个卡片啊 于悲剧性革命中登场的传奇战遗 降与 降临在绝望的深渊 殴割着圣灵 哇 这个每张卡牌好像都还有这个例会啊 好多人看来都死掉了哈 那边的家伙 哎 这个少女出现了哈 别躲了出来吧 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啊 是不是王家的幸存者 就是巴尔提纳的 救救我 哎呦 他这个箭好大呀 这领袖 目标很明确啊 就要这把箭 但这把箭应该是圣剑啊 所以应该不可以给别人 优格朵拉 可以啊 这公主啊 毕竟是 把他的城堡交出来可还行啊 你这 这你还知道了 你知道了啥 好吧 原来是已经被夺走了啊 那就先开个空头支票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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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公主自己带着卡片 王国第一骑士团 骑士们的遗物 好可怜 卡片当中寄出着古老语言的力量 获得了破鞋之光啊 死者复生 是否要储存 储存一下 好 OK 他每一关的战场是这样子显示的啊 就给你一个经纬度 这来到哪了 这来到哪了 是否要储存 狼口第二章 狼口第二章 看来他这个就是每过一章才可以存档一次啊 那因为试完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打到这里吧 然后先给大家试完这个游戏呢 是刚刚登陆Switch平台的这个公主联盟的中文吧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游戏的话可以去找一下哈 但是要注意这个游戏的中文是港版独占啊 其他地区是没有中文的大家不要买错了 好了这里是主题游戏图报 我是你们速报君灵讯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评论收藏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